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这句话经常出现在《理想之城》 这部火变全网的电视剧当中 用来形容主人公苏小 那英文怎么去表达一个人很轴呢 这得从中文轴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说起 一辆车滚滚向前的过程当中 车轮是不断滚动 但是车轴却固定不变 所以我们就用轴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人 固执己见不灵活变通 听上去都是不太喜欢这个人 但如果你非常欣赏苏小 你觉得他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很好 你可不可以说他很轴呢 当然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研究 好好学习一下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 怎么样用地道的英文表达一个人很轴 首先假设你是苏小的朋友 你觉得他这个人太固执了 你就质问他 为什么这么轴呢 英文 Why are you so stubborn 其次如果你是和苏小一起合作的供应商 你觉得他这个人一切都严格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 你就问他为什么如此的轴 Why are you so inflexible 然后如果你很欣赏苏小这个人 你觉得他轴得非常的有原则 那英文怎么表达呢 She has principles 有一个更高级的表达 叫She has a good moral compass compass原本表达的是指南针的意思 你想啊 指南针无论你怎么转它 它的指针都指向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向 所以看似这句话表达的字面意思是 他有一个好的道德指南针 实际上表达的是 他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我讲解英文知识 别忘了点赞告诉我 sure 识 asshole